这频道全是关于协助你如何成长自己,改变观点,调整做法,让你用不同方式呈现自己与世界互动,让世界看见你。 你好,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为什么想放弃是一个好现象?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现在是否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很想放弃的? 就你而言,在你脑海当中,有没有一个事情目前是你在做,可是很想放弃,有还是没有? 有叫正常,而且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你会了解到,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是一个好现象哦。 好,话说回来,在我们这场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现在我们完全都没有想过要放弃,有还是没有? 肯定有啦!这是什么事呢? 基本上这是我们习惯了的事情,当我们做这件事情很习惯了,会不会想放弃? 举例,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刷牙? 哎呀,这是已经是习惯了的事情,怎么会想要放弃,去刷牙呢? 对了,习惯了的事情,我们不会想要放弃。 再来,第二种事情,我们不会想要放弃的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的舒服环境范围以内的事情,做这件事情很舒服,很自然,得心应手,驾轻就熟,一点负担都没有,这种事情我们会想要放弃吗? 不会啦,我们不会想要放弃。 第三种,哇,是什么事情? 我们想都没有想过,会想要去放弃呢? 这个事情严重了,这个事情就是已经放弃了的事情。 对了,我们曾经想要做,但是我们已经放弃了,那根本都不用再想放弃了。 是还是不是? 是啊。 好,话说回来,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我们想放弃的事情,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存在? 那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这些事情基本上来讲是,我们曾经或者是现在觉得它是有价值,应该做,而且是很想要做的事情。 对了,这些有价值应该做,我们很想做的事情,是怎么来的?是谁的选择? 当然都是我们当初的选择,当初的选择,为什么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到现在这个点,或者到生命的某一个点,我们会有想放弃的念头呢? 你觉得呢? 我搞的做来做去,都是那个老样子,都是那个死样子。 所以,一直会有想放弃的念头。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结果不如预期。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阶段性的调整。 对了,当初我们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可是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到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可能自己也比较成熟了,自己见的事面也比较广了,或者是了解事情,认知已经改变了,生命到了另外一个点,要做一个阶段性的调整。 所以,自然而然会想放弃,是还是不是? 是啊! 这个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什么东西呢? 第三个原因是,碰到底线,快过不去了。 这件事情虽然是我想,我觉得很有价值,我应该做,我想要做的,可是,碰到底线哦,碰到极限过不去了。 所以呢,每次在做的时候,就会想放弃。 诶,在你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就是有碰到你的底线的啊。 话说回来,又话说回来。 这个,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题目呢? 这个题目,其实是产生在我做伏地挺身的时候。 记不记得第23集,我曾经说过的那个主题叫做,为什么每隔一段时间,你要连续一段时间,每天触碰你的极限。 那我就选择了一个实验的方式,在三个月里面做伏地挺身,每天增加一次。 刚开始做的时候还算是不错的,可是一直每天增加一次的话,你试试看。 每天都要碰到极限。 所以啊,这个主题,今天的主题会产生,是因为当我在做的时候,比如说有一次我在做的时候,差不多做到第十次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哟,干脆放弃了。 为什么呢?因为要达标还很远啊。 所以呢,我老实说啦,在这三个月里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每每在做的时候,我都经常不在状态,所以都每次很想要放弃。 这是好现象吗?听我威威道来,听到最后你会明白,这个是一个好现象。 好,那当我们碰到我们很想放弃的事情的时候,请问要放弃还是不放弃呢? 这个答案呢,只有三个字,这三个字叫什么? 很难讲。 对啦,这三个字叫很难讲。 为什么?因为只有我们自己心知肚明,只有你自己心里面明白,这件事情值不值得继续做下去啊。 因为有一些事情真的是,我们阶段性的调整以后,它就不值得做了啊。 可是有一些事情是我们知道,它必须要做下去,因为它只是当时在做的时候,碰到我们的底线,可是它确实能够带来我们生命很大的成长跟不一样。 是的,所以到底要不要放弃,答案是很难讲,唯一有怎么做呢? 闭上眼睛,静静地听听内在的心声啊。 内在里面那个心声会告诉我们,到底我们会需要继续进行下去,还是要放弃。 好,话说回来,哇,今天讲了很多次这个话说回来。 我们回到这个主题,就是为什么想放弃是一个好现象呢? 好现象是因为,你还没有放弃,因为现在还在进行事。 三个英文字叫做ing,你看每次我在想说做伏地挺身,我想要放弃的时候,是我在正在做的时刻,表示说我还没有放弃。 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有意义,有价值,而且应该做,是我想要做,我选择要做的当初都是我的决定。 所以我觉得做这件事情会有价值,可是我在做的时候又想要放弃,那怎么办呢? 哎,很好,我想要放弃,表示说这件事情还在进行着。 再来,为什么每次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有想放弃? 因为碰到我的底线嘛,当一碰到我的底线,我一不舒服,我就很想要逃避,想要放弃了。 所以呢,你说这个是不是好现象?碰到底线可以成长。 而且我有想放弃,就是正在进行这件事情,你说是不是一个好现象? 我觉得是啊,然而,我们在做的时候,又很想放弃哦,那怎么办呢? 有一些方法的,三个方法,三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在做的时候,要找到情绪的出口。 你想放弃,放弃,可是要有出口啊,这个出口就是发泄。 我呢,每次做完腹地挺身的时候,我就会开始骂出口。 比如说,任何出口都可以啦。 TMD,TMD,TMD,册D,WTF,或者是GAM,哎呀,都可以啦。 总之,骂出来以后,那个情绪有出口的话,轻理之后,自然而然就有空间,下次再来。 所以第一个一定要找到发泄的管道 所以当你很想放弃的时候 请你找到你发泄的管道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请你 可以这样子想 我每次在做的时候 我说好 做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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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次 这句话熟不熟悉 问问一些减肥的朋友 当他们很想要瘦身减肥的时候 看到好吃的餐点 他会怎么讲 没关系 今天吃的这餐 明天再见 最后一次 或者是有一些抽烟的朋友 有没有 他本来要戒烟 朋友第一根烟给他的时候 他会怎么讲 好 没关系 最后一次 最后一根烟 明天再戒烟 熟不熟悉 很熟悉嘛 所以第二个方法 我们也可以说 最后一次 好 第三个方法 这个方法要有一点健忘症 什么意思呢 到了隔天的时候 比如说到隔天 我要做伏地挺身的时候 我又讲四个字 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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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做再来一次 就是做的再想 不要想太多 因为我每次想 我要做的次数的时候 我就做不下去了 就想要放弃了 我只有一巴下去 马上做 一二三四五 就马上做 真的很好玩 我真的有点自我虐待狂 我都想 可是这样子有效 少想多做 别多想 因为你看 我今天已经做完了 我的部分 明天还要增加多一次 所以今天我就不想明天的事情 因为我一想到明天的话 我今天就放弃了 真的是很好玩 所以明天的事情 明天再想 今天过完了 算了 所以再做一次 简单的来说 就是说当我们遇到 我们应该做 很想要做 而且又很想放弃的时候 怎么办呢 第一 找到发泄的出口 第二 最后一次 第三 再做一次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跟你分享这个题目 我自己心里面觉得 很心酸 很难过 又很好玩 因为它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情 你知道吗 它复杂到我们 又想做 又想要放弃 总之我不知道 你会不会体会到我的心情 我希望你本身在你的生活当中 也找到一个项目 能够修炼你自己 碰到你的底线 让你去感受到 你很想放弃 但是又不放弃 这种过程 然后做到 真正你完成目标的时候 你已经成为不一样的人的时候 你就发现到 那个达成 其实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你是成为了 那不一样的人 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成为一个已经成长的人 成为一个愿意 想放弃 可是又继续往前走的 那一个人 生活真是有太多好玩的事情 今天的这一集 跟你分享到这个地方 如果觉得视频不错的话 请在下面点个赞 或者是分享给你的团队 与他们分享你的喜悦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是游泳记 简单容易记载 游泳记 是游泳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